今天我们是进到约伯纪的最后一部分 这一部分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神终于是亲自的向约伯显现了 神一显现的整个 大家读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那我读起来这段话的感觉跟之前他们辩论 那是完全的不一样 可以说神的话是满带着能力 满带着权柄 也就是把他自己歧视给约伯 所以约伯到了后面 他听了这些话之后 他的反应就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这个人就从黑暗中事实上是蒙拯救了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一段是比较长 所以也不短 但是他总之来说这个内容 就是把神歧视给约伯 一开始就讲到 那前面我们还记得 事实上约伯跟他那三个朋友 辩论到最后 约伯的话就说完了 约伯就没有什么在说话 那以利户插进来的时候 约伯也基本没有说话 所以说约伯其实在那个跟他三轮辩论的结尾的时候 就说约伯的话讲完了 然后那三位朋友也不再跟他说话了 那到了上一部分的这个以利户说完之后呢 其实也没有 等于说这几些人呢 实际上都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了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看耶和华就在旋风中向约伯出现了 所以我这也很有一种感觉 就是当我们还在自己里面 当我们还觉得我们是没有问题的 当我们还在一直在说这些说那样的东西的时候 可能这个时候神就让我们说完 就让我们说完之后 他才出现 所以神是很有耐心的 的确是让我们觉得 我们在自己里面没有出路了 这个时候耶和华就向约伯显现 那第一句话就讲到 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我的旨意暗会不明 所以很清楚 就是说他们 包括约伯 包括他那三个朋友 包括以利户 他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认识神 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然而在神看来 就一句话的概括 就是无知的言语 就是无知的言语 就是说他们对神事实上是不认识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又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出 神是有一个旨意的 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 无知的言语是使我的旨意暗会不明 所以说神是有旨意的 但是他们那种在三个知识树上的辩论 他们那种在他们头脑里的这种 所谓的分析 所谓的这种互相的这种指责 事实上只能让他们一直停留在那个范围 而没有办法认识神 也没有办法认识神的指 所以神就把这个问题点出来了 点出来之后 再往下看 事实上神就开始发表他自己 第一句话就很有感觉 我们可能就不那么详细的一点点过了 你看首先就说这第一句话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 你若有聪明 只管告诉我 所以我可以这么说 我们想象一下任何人听到这样一句话 我们都是没有办法回答 可以这么讲 因为我们都不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 都不是这个大地根基的 都不是我们立的 所以说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我们都还不存在 那约伯自然也是没有办法回答 那神这样跟他讲 事实上就是跟他讲说 你尽管你好像对神是认识的 也是有一些经历的 但是那远不是你骄傲的一个原因 也就是说 你虽然认识好像这些规律 我记得当时约伯 在前面边论的时候 他在那个时候 他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规律 包括一些物理现象 一些大气的现象 他是很认识的 他认识到是什么地 是不在水面上或者是降雨等等的 那些是有一些知识的认识的 但是神跟他讲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虽然认识了一点 可是我是创造的那一位 这些世界怎么运行 这些东西怎么运行 乃是都是在我的手里 所以这就是神跟他这样讲 那我读了这段 它下面都是这样的句式 你看都是反问句 对不对 都是反问句 那举个例子说 你出生的日子以来 曾命定成光吗 你曾使曙光 知道本位叫这光谱到地的四季 将恶人从其中走出来吗 就随便找这样的一个问句 你们就知道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 都是否认的 约伯都只能回答 不是我 是吧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 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神是帮助约伯 从他自己自以为义 从他自己的那个骄傲中 把他拯救出来 但他看到事实上 他确实不是创造的那一位 他也 如果没有神 他也算不得什么 所以神就是 乃是告诉他 只有耶和华 是是的那一位 约伯呢 包括他那些朋友 都是没有神 都算不得 所以你看这就一直都是在这样讲 所有的都是问号 这一章 那问的答案呢 都是什么呢 只有一个答案 就是我们不是 只有他是 Amen 后面呢 前面是讲到比较多的是自然现象 包括他的创造 后面花了很大的一段 这个记载呢 是讲到特别讲到动物 讲到动物 那我觉得可能他讲到动物呢 事实上也是 也是神创造的一部分 动物也是神创造的 并且很多东西啊 这些话我是觉得 若不是神呢 我们人是不会问这种话的 你比如说这个41节 这真的就是神的话 乌鸦之除因无食物 飞来飞去 向神呼救时 谁为乌鸦预备食物 我们想一想 这个我们根本不可能 去问这种问题 这只有神可以用这样的问题 去问约伯 对 我们谁会想到什么 为乌鸦预备食物 所以这真的就是神的话 但是这样的话 一旦问出来啊 这约伯实在是 可能我想他就是 只浮浮在光中啊 他就是这样一种 被大光照了的光 因为实在他就看到 这些都不是他能做的 只有神可以做 那后面就继续了 还是跟上一章一样 也是借着这些反问呢 神就是一再的告诉他 我才是源头 我才是创造的那一位 这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问句 那当然所有的答案都是一样 就是我们都 我们都是做不了 只有神可以做 那主要呢 就是这边是从动物啊 很多动物作为例子 来启示神的创造 那我们就不详细进入了 到了四十章呢 这一段呢 稍微他们神和约伯之间 又有了一点对话 那比较特别的就提一下 你看这个 那比如说这个十二节啊 说是观看一切 骄傲的人将他们制服 把恶人践踏在他们所立之处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里啊 事实上神是点出来一个点 就是约伯呀 他的确是骄傲的 他是一个骄傲的 而神事实上呢 是什么 是要使他谦卑 他要使他谦卑 并不是说他 我们之前也讲过 并不是说他错了受惩罚 并不是那个问题 乃是他就骄傲啊 拦阻了神 拦阻了神的经论 也让神没有办法把自己加到 加个约伯 神乃是借着这个 这样的一个对话呢 俘虏他 然后呢 使他能够否认他自己 神才有机会继续的 把自己分次给约伯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又有一段对话 然后呢 插进了这段之后呢 再往后就又讲到动物了 那也差不多 这里面特别讲到河马 然后41章 整个章都在讲恶语 那他讲得很细致 那这个细致啊 也能看到神的创造 因为我是觉得我们 我们人可能都没有观察的 那么细致啊 但是在这里面这个 这个感觉就是什么 只有神创造 只有创造他的那一位 能够这么细致的去描述 这样一种动物 对 你看这各个方面的去讲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看到 又是看到神的创造 那我们就不细进入了 那么这个重点 稍微再看一下42章 42章是很重要的 因为42章是整个的结尾 也是约伯 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 所以我们看到 耶和华说了这么多呀 事实上 他没有 他是把他自己启示出来 尤其是他创造了这一幕 但是事实上神呢 也并没有 在约伯的那个时代 神还没有把他的经纶 完整的启示出来 还没有完整的启示出来 但是从约伯的角度上看呢 他这个时候神跟他说话了 对他来说 这就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因为什么呢 你看他怎么说话 前面的约伯是非常骄傲的 他是说他 这个宁可死也不要放弃他的存权 他也不要说 他也不承认他是不对 那这里面呢 你看他就被带到另一个范围 马上啊 这个第三节就说了 说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你的旨意隐藏 这个就是回应 在三十八章 神对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说的话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开始认识到 他的确是无知的 的确他的那些言语啊 是事实上是拦阻了神的旨意的 突然间蒙神光照了 这个人就转变了 然后到了第五节和第六节 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就是他看到神之后的一个反应 他说原来是风能由你 现在亲眼见你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芦荟中熬悔 就看到一个骄傲的人 一旦见了神之后 就被神曝露在光中之后 他对自己就不再有任何的好感 他甚至是厌恶自己 这也是我们每一位的经历 一旦神向我们显现 我们很多意见 很多的想法 事实上对这个光中 就都消失了 并且我们就觉得 我们自己实在是 就像约伯这种感觉 就是这种懊悔 实在是觉得应该转向神 那这就是这样一个点 那照着新约的启示 事实上看见神 就等于得主的神 因为神就像格林多后书也讲到 我们观看他并反照他 所以一旦看到神 事实上就是有机会 让神把他自己分次到我们里 所以照着新约的启示 我们如果看这一段的话 当约伯看到神的时候 事实上他已经开始得着神 他这个人就开始了变化 那这个就使得神的旗艺 有机会成就在他的身 阿们 那 到了这个三个朋友 除了约伯以外 这三个朋友就是以利法 彼得达和索法 以利法是一位比较年长的 我们之前讲 对神也是有认识的一个 好像比较智慧的人 索法是一个比较出路的一个人 我们之前读经的过程度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几个人 耶和华就明确的首先跟他们讲 他们对神的认识是不如约伯的 这是神情自讲 那以利户神就没有提到 在神眼中不是那么重要 那这三个人 耶和华都让他干什么呢 就是让他们乃是到约伯那里去 为自己献上还祭 并且是让约伯为他们祷告 所以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 神事实上是什么呢 就是讲了 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所谓 愚望的伴你 就说明了 神事实上 现在先悦纳约伯 进而呢 就是不再惩罚他的这几个朋友 所以也能看到 其实上神对约伯呀 事实上是 的确是比他那三个朋友啊 神觉得是更了解他的意思 所以那这几个人呢 也很听话 就照着耶和华说 赠负的剧情 也不再辩论了 也不再觉得他们比约伯 这个更高明了 因为神出来了嘛 所以每个人都扶下来 他们就怎么样呢 就是照耶和华说 吩咐的去行 耶和华呢 就悦纳约伯 所以感谢主 那最后一段呢 事实上我们就看到啊 神事实上 还是加倍的恩赖约伯 还是加倍的恩赖约伯 那之前他失去了很多东西 可以说又加倍的还给了 包括这个他的财产啊 他的儿女啊等等 最后呢 约伯是又活了140年啊 见到他第四代的儿孙 最后是日之满足而死 所以这个整个故事 这个我们看到约伯 从一个啊 原来觉得正直而存全的一个人开始 中间经过神的对付啊 经过神的破碎 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辩论和 在这个黑暗中的这样一种 一种情形 最后终于是啊 因着神的显现 被神带到光中 而成为了另外一种结局 就可以说是啊 活在了神的心里 那感谢主 今天我们 约伯记就到这边 我们还有差不多将近20分钟的时间 稍微要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多一点 对 对 听众姊妹妹都可以分享一点 有什么都可以 整个约伯期都可以 那我其实还非常摸着就是 约伯的 我们之前也提过 约伯的问题啊 他肯定是有问题 还有很多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 不知道他遭遇这一切 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是他之前可能说 就说他们辩论最起初的一个出发点 就是为了这个问题 但是神呢 事实上刚才我们看神说了那么多话 没有正面回答他这个问题 我们说是在新约才启示出来了 但是这并不影响约伯 就是说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看见神 就是刚才讲的 看见神他就得罪了 那至于神在那个 当时的那个时代 没有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 也不影响他享受神 我是很摸着这个点 就是说 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因着一些问题 不理解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经历 就觉得说这个 有类似的问题 跟约伯类似的问题到主的 但是呢 只要有感觉我们感到主的同在了 我说这个 也就可以继续往前了 尽管这个问题 可能还没有真正得到解答 所以我是很摸着这个点 真的 阿妹 这是约伯也经历了 这个 整座小麦和大麦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然后就像 刚刚希莉安来讲说 那神也没有回答他 但是他就 在这样的经历当中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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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向神 就从一切的苦境当中 归转 神为什么没有回答他 那神到底说了那么多 他到底怎样 一样 约伯从此这个情形中出来的 这 pose应该是 就是回答他为什么会 受苦啊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啊 但是神的回答很有意思了 你看啊 38章 是吧 38章 神 那时 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 这些就是 是谁用无知的言语 是我的旨意 暧昧不明 那关心的事情是什么 神的旨意 是吧 嗯 他们 讨论过来 讨论过去 总是觉得自己认识 神的旨意 所以 就给约伯说 你肯定有问题嘛 为神解释 对不对啊 嗯 他们认为认识神的旨意 事实上 神的旨意呢 直接就讲出来 这些都是无知的言语 然后神的旨意 反而暧昧不明啊 嗯 你看神一开口 他就关心的是神的旨意 就关心的 他们讲的这些是什么 他们各个认为认识神呢 全不代表神代表错了 是吧 他们没有一个否认神 但是呢 没有一个真的认识神的旨意 却 却是按着神的旨意 认为自己认识神的旨意 在那里讲说 所以神首先点出这个问题来 那 神就问 问他 你来指教我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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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回个头来讲啊 神并没有把他的旨意向他说清楚 并没有解释 嗯 到最后能看出来 到最后我们再 最后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42章的时候能看出来 神的旨意事实上 旧约就是这种方法 把神的旨意 来预表出来 那 那 搜法42章之前 整个这一些 到底神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怎么把约伯 给带出来了 嗯 我是觉得最大的就是 让他知道神是主宰 哎对 这是因为 因为这些都是 这些都不是他 约伯都可以做的 都是神主宰 创造啊 主宰来做的 所以就是让他否认己 对 对 是的 这边上一个人呢 他要否认己呢 他否认己在自己里面 是无法否认的 是不可能的 他自己 那个系统里面 他要否认己呢 他是必须得 有站在另外一个 高度上 他才能够去 跟自己分别开来 他才能够否认 这个分别开来的这个己 是这样 是的 这一点呢 也是啊 这就为什么连根魂呢 必须得分开 否则的话 你无法否认自己 你就是自己 你怎么可能否认自己呢 那灵跟魂分开呢 灵里面有神 我们的灵跟神 是可以是一的 里边有平安 外边呢 可能没有平安 或者外边 有很想做的事情 里边呢 却没有平安 这么一个分开呢 我们这个人呢 就可以否认 我们这个魂 魂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就可以照着里边的平安而行了 那同样的 同样的这个情形 约伯 药香 他能够承认自己 他是承认自己 是 他要谦卑下来 承认自己不知道 是说否认自己 那他必须怎么样 他必须有神进来 所以神问了这一大系列的问题 从头到尾 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 他这每一个问题 几乎是 都把约伯 从约伯这个人身上 引到神的身上 对吧 阿们 这是他魂画的那特点呢 他朋友 没有一个是有这一点点特点 都是在谈论神 还是在自己里边 神呢 自己就说是 是谁啊 我 你看啊 你比如38章就开始 你看 我 我 这节就是 引向我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那你在哪里 对吧 那 神呢 要么就是用那个谁 谁用 是吧 到底是谁 啊 是谁做的 就是把约伯呢 从自己身上呢 把他引出来 嗯 引到谁身上呢 引得很清楚 就是引到是神 哎 是谁定地的尺寸 是谁把准神拉在其上 你看第五节啊 一直往下都是 是谁是谁啊 那下边就是问 要你能的话呢 是你吗 不是你啊 你能吗 你可以吗 你吗 你曾进入血库吗 你能把黑暗带到本境吗 嗯 那个就是很清楚 把约伯从自己里边呢 带到神的里面 这是神说话的特点 其实我们 我们今天呢 也是在经历这个 我们 很多的时候 弟兄姊妹啊 这个 我们 我们寻求神啊 或者是弟兄姊妹啊 来交通啊 我们都是针对那个事 就跟约伯的朋友 跟约伯一样 就是这个事情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发生 讲过来讲过去 讲了三十五章 全部是针对那个事 对不对啊 嗯 是怎么样 怎样怎样 一个比一个理论高 就是没有离开那个事 全部是在我们自己人的心思里边 但是我们 我们 很多的时候呢 就是 好像是我们去俱乐社会 我们去祷告了祷告 我们去读了读圣经 结果呢 很奇妙 你就觉得这个事情 好像开始透亮了 阿们 那是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是因为从我们自己里边呢 哎 转到神了 一转到神了 这个亮光啊 这个感觉啊 就不一样了 是只好神那个道路 都在那了 我就是道路啊 但是呢 我们就是没有去转向 他这个道路 我们许多的迷惑啊 你看看 我们想过来想过去啊 在人里边那件事情啊 越是放不过去的那些大事 我们认为 越是求神啊 好像是找不到答案 越是好像是没有回应 原因就在这里 就是搞了35章 没有离开自己 没有转向神 神一旦碰着神了 摸着神的话了 那立刻就不一样 这就是约伯 到了42章的情形了 就是 对 有些金融随便呢 就说呢 哎呀 我也祷告了呀 我也好像是在寻求了呀 我祷告了三次了 有的还这么讲 哎呦 三次了算很多了 怎么好像神也没有回答呀 那约伯 他们搞了35章 来再加上一粒糊子 后边这几章 不止 但是 那你看啊 就是 搞了这么 这么多章 他也还是没有 没有除去自己啊 所以这个点 你看神怎么说话 那个点就是 能够把我们带出自己来 而进入神里面 哎 刚才徐亮讲的那个点 一点不错 你甚至 神都不需要回答 我为什么 你为什么处在这个环境中 不需要回答 就里边 里边那个灵里边呢 调禁 跟神那么一调 里边这个人 就就就亮灯了 里边就有了力量 就就有了 就有了 就有了这种方向 就有了喜悦 然后就就就就就 就走出去了 阿们 每每每每每 都是这样的 真的是这样的 哎 嗯 是很宝贝 神说话 这个特点 哎 神说话 一点都不跟你分析 他的每一句 那个特点 都是把我们带到 他的面前 主耶稣在地方的时候 他对人 所有的问题的回答 你看他那个特点是什么 所有问题的回答 他都是把他引到 主自己身上 你再回头 你带着这个问题 你再去读四分书 以至于到最后 所有人的问题 主耶稣就问了一个 问题中的问题 论到基督 你们怎么看 你记得吗 所有的华利塞人 所有的经学家 都雅苦无言了呀 为什么呢 主耶稣就问 论到基督 基督是谁的后裔啊 大卫的后裔 他们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大卫在灵中 还是称华主呢 不是吗 是你的孩子 你为什么称你孩子是主呢 没有一个人的回答上来 也就是说 一切问题啊 都要怎么样 引向基督 人摸着神了 人就自己就 就没亚苦无言了 那是开始敞开 接受神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 我们在生活中 我们自己是需要这样 老庭的问题中 问题是没答案的 因为没有神进来 那这就为什么 就是弟兄姊妹啊 这个找弟兄啊 姊妹啊 来交通的时候呢 我们的原则 不仅是个原则 实际上操练 就必须是如此 我们总是呢 不是给人啊 一些具体的方式 因为我们不是神啊 这是神把这个 环境良对 这个弟兄姊妹 让他能够去认识神 让他得到神 让神能得到他的 我们不是神 我们不是去解决外边 这个问题 那我们不是去搅局的 我们乃是什么 帮助弟兄姊妹啊 能够 用 能够接受了的这种方式 怎样能够 回到神前 哪怕是有一点点的 里面的敞开啊 这都是给神一点点道路 那整个的这个过程 你说神有没有听他们讲啊 那神有没有听啊 一直在 对啊 一直在听啊 否则他不会说 是谁用的言语啊 神是竖着耳朵听啊 就是啊 他听的目的是什么 他就是找这个机会 他能够进来 他35章啊 就终于找到最后 你看他38章的 第一个 第一个词就是纳什啊 也就是说 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了 因为所有的人 好像都说到最后 也不知该说啥了 问题还能够解决啊 这个时候呢 那神就赶紧赶紧插进来 那时啊 你看呢 神一直在找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自己 还有帮助弟兄姊妹呢 都是在这边 能够啊 就是 能够啊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让神呢 能够进来 进到他的里面 进到他的情形中 神是他的答案 神能解决他的问题 神能把他带着往前 那 这个就是很宝贝的 这个神问话这个特点 那 约伯是指 整个这 这几章里面 就回答了两次 其实四十章吧 应该回答了一次 回答了一次呢 就相当于没有回答 就表了个态 说了什么东西 四十章啊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那 于是约伯回答 耶和华说 这才第一次回答应该 说看哪 我是卑贱的 可用什么回答你呢 我只好用手无口啊 你看 神没有回答他 但是呢 神用这个问题 把他从自己里面 带到神面前了 这个时候 人的这个反应啊 你看弟兄姊妹啊 看我们自己啊 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 哦 主啊 承认自己 原来是有大一堆的道理 为什么这事临到我 为什么他 他怎么怎么 为什么 这一大堆的问题 等到到了约伯 这第一次 向神回答的时候呢 事实上这个人 已经开始见神了 否则人呢 不会这样啊 谦卑下来 这么敞开的 他就说 我是必见的 我 你看我没有什么 可回答的 所以神呢 就能够再进一步 又开始 向他往下讲 哎 他往下讲 那个结果是什么 你看约伯 这个结果呢 你看 刚才 弟兄们 许亮 都提到这个 这个约伯就是不一样了 现在 到了第42章的时候呢 第二次回答 约伯回答 耶和华说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 你知道他这句话呢 祖先承认了 这个事情呢 是有神的手在这里 因此我们在一些环境中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的时候啊 好像 那里面有一种感觉 如果我认定这个事情是神 在中间 是出于神的手 好像哪怕是 有这种苦难 患难 里边呢 也会有平安 很多的时候呢 就是 不知道这个东西 是从哪里来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出于神的 那个呢 是另外一种的痛苦啊 就是外边的痛苦之 之外呢 加上更深的那个痛苦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痛苦 那 现在见神了呢 这是他第一个安慰 你能看出来是 事实上是 认识到有神的中间 其实人里面 一个安慰了 我知道 你是 万事都能做 那这个事情呢 是你来做的 那更进一步呢 接着就问 你为什么做这个 这就是神所 一开始就说的那个定制 就是认识神的大能 就能得安慰 是神在中间做 然后呢 就要 更深的是认识神的 神为什么这么做 神的定制 你想很难得 这本书里边 一直提神的定制啊 那 约伯呢 承认 你的旨意呢 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你的旨意隐藏呢 故此我说了 我所不明白的 你看约伯这个人呢 现在呢 就是不仅承认 自己不知道啊 而且呢 承认是 第一个承认 他就说 朋友中 约伯呢 是第一个呢 就是承认 是我是你的旨意 安眉不明 当然他的朋友 跟神说的清楚吗 他不如你 但是他承认 我不认识神的旨意 确实呢 不认识神的旨意 弟兄姊妹啊 是一回事 不认识 又以为认识 而去照着自己 所以为的 去讲说 去生活 那这个呢 是完全另外一个层次 那他约伯第一次讲呢 他是承认 我不认识 我不知道 我不能回答你 那现在呢 他是承认第二层 第二层的是什么 我对你的旨意 在这边上啊 我不知道 我还在那乱讲 我以为我知道 你看这个 所以呢 他就 带进了第四节 你看我要问你 求你指示我呀 这个心就完全敞开了 对不对啊 所以这是 神说话的 对约伯身上的这个结果呀 你看是 承认自己 那当然是也是厌恶自己 见了神了 就是承认自己不行 厌恶自己 那那也是像神 第二层呢 就是认罪 我以为我知道你 所以呢 你看我 我是那样的 第三层呢 就是真的是厂恶 是吧 你来支持我 那我们 我们天天都是这么经历 不是吧 是吧 阿们 阿们 那 那在望下呢 刚才说 事实上 神的旨意啊 没有明说 但是在这里呢 确实启示出来了 用神经理的眼光呢 就能看得出来 后边这三段呢 事实上是很有 启示的 那只是呢 很难看出来 没有神的经理 那是几乎是看不出来 有一些 有一些甚至 有一些 有一些圣经学者呀 甚至说 最后这一段呢 约伯的结局啊 不应该放在 不应该放在去 那这个神的话 也不是说 照着你所想的 你所不理解 你不能放在去 那也不行啊 是不是啊 神的话就是神的话 他从《深约的经纶》里边呢 那就很清楚 这几段啊 那 第一段 你这《深约的经纶》的中心是什么 中心就是基督一照会 基督一切都是 基督自己讲得很清楚 圣经就是为我做见证的 要是赌旧约没有赌到我呢 是吧 那个就是白赌了 完全赌的不是圣经了 就是 所以 主耶稣 他的复活以后 跟下伊玛五四的两个门徒呢 他也是给他讲 凡指的他的 他都给他讲 也就是说是 让他们堵出基督来 就约是个预表嘛 那然后又说出来 那基督是神呢 他的旨意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 旨意 他要得到的就是赌会 所以呢 所到底呢 就是基督与赌会 就是神经轮 他说 他的焦点 那 那你从这个光中再去看呢 他的42章啊 就非常的有启示了 他启示的两点 那 你看前边 一到六节 他所到底呢 就是启示基督 他并没有说 他的旨意是什么呢 就是启示基督 原来你啊 我知道你 第二节 你的定制 我从前风文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这个就是基督 让人能够实话了 那 紧接着这一段 你很奇妙啊 紧接着他竟然就提出他的朋友来 他提出他的朋友 他就责备他一通 那也就够了 但他要命的点是 不是他责备那个 神当然 谁都可以责备啊 对不对啊 但那个没有意义 那是 要约伯呢 为他 约伯在这个时候 预表的是谁啊 约伯在这个时候预表的 却相当于是预表基督啊 我们全是约伯的朋友 这样的人啊 我们赌的时候 不都有深有体会吗 我们不做了神的旨意 我们确实教导人啊 不是吗 但是神呢 并没有 因此而撇弃我们 照会就是什么 就是这样的人组成的 乃是借着有人 为我们祷告 基督为我们代求 现在在天下来为我们代求 圣徒呢 被神得找的圣徒 那就像约伯一样 认识神的人 也为我们祷告 没有一个 不是有人为他祷告 他能得救的 没有 所以这个呢 所以这个呢预表是吗 他这一段呢 是指向预表的是赵会 这就是赵会的辅诚啊 阿们 神悦纳了这个祷告 这些人呢就都被得着了 因为这些人呢都去向耶和华献祭了 阿们 这原来是辩论的这是什么人呢 现在都是与神事义 信靠神 靠着神而活的人了 他的预表是 不但靠自己献祭嘛 那 第三段 就是最后这一段 十到十七节 那这一段呢 说到底呢 他就 他就说 神是信实的神 主要强调神在信实中的恩典 这些呢 你就看见 要成就 我们能够 能够成就神的旨意 事实上 根本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做的 完全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 从神的经理呢 这四十二章呢 是非常的高 其实是非常的高 嗯 要不从神的经理去看呢 你就觉得莫名其妙 嗯 甚至啊 哎呀 这个 这这些 这些 这是暧昧不明的 有很多的所谓的 这些解经的呀 这些什么牧师了 这些什么神学家了 那都是解经的 都是很 很可笑的 你知道吗 甚至是 因为不知道嘛 他们也是爱主 也是在寻求 那就是解释的 我就不多说了 其实 你就觉得很可笑 这四十二章 都是解释的 我刚才提了一下 你比如像 甚至有的说是 把后边这一段都把他拿走了他 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 十到十七节 这就完全就不知道是 是是是是是什么 对 啊 有的呢 咱还是很有名的解经家 所以你看我们要学习约伯的最后的时候 你看这个神给撒旦打了个好赌 像赌博一样 你看这个神借着约伯 这样的信心要神赢了 那你看我们应该学习约伯 你就感觉到最后 也让神的旨意暗昧不明嘛 是不是啊 你说神 远远我就为你 这么高的神 你说他给撒旦打个赌 有意义吗 对吧 你说你现在 你说给一个三岁的孩子 去打个赌 有意义吗 我打赢了 你就觉得 你就觉得不可思议 对吧 这都是还是很不错的解释 认为啊 拿出来 那就是 就是确实是需要神的经论啊 阿们 因为里面好多所说的那个 历史里的 所隐藏的奥秘啊 神现在歧视出来 那就是 基督与赵会啊 基督是神经论的中心 得到这一切 目的是得着我们 赵会 就是得到基督的身体 成为他的心腹 在对中 与他 成为一个呢 就是新耶路撒 连结 调和 合并 成为新耶路撒 你看 amazing 你看这结局 是吧 这一切呢 全是靠着 神的恩典呢 不是靠着我们 我们的理智 我们的心事 阿们 阿们 主啊 阿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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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豆糕